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光临NURLM频道 今集继续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演艺人生 今集就是讲到1966年李香琴参与过的电影演出 1966年《断肠玫瑰》《两湖十八标》的下集 《清清河边草》《彩凤荣华》《相拜上》《亲情深此海》 《斗寇干锅》的上下集大结局 《冷月离云》《万劫门》《后备新娘》《春色满船公》 《通天晓》《金子环》《万劫门》的下集大结局 《烈劫红颜》《祭公斗八仙》《小康之家》《残花泪》《我爱子罗兰》《神秘的血案》《通緝令》《狼心何泰忍》 《一九六七年》《一九六七年》《七剑十三合》《晴合闹传公》《新马仔蒙茶茶吻食》《风流天子超丫环》《龙凤争挂水》《暴风捉影》《玉女神偷》《遥远的路》《我爱子罗兰》《一九六七年》《七剑十三合》《晴合闹传公》《新马仔蒙茶茶吻食》《风流天子超丫环》《龍凤争挂水》《暴风捉影》《玉女神偷》 《雅雙高稿》《李诗斯斯》《新马仔》《泼拖被玉》《一九六九年》《一一套承加纳述城》《诚家纳室》《十三合》《一九七零年》《一九七零年》《赛里佛》《永琴悉魔》《鶴虎新潮》《欢乐時光》《七零辰》《一九零辰》《一九七零辰》《香港零辰》《赛里佛》《鱼琴悉摩摩》《学府新朝》《宽乐时光》《芙瑕琳辰》《綽雅特》《紅雷辰》《二三合》《瑟琳辰》《草辰》《希 七禽七宗 七色朗 橫衝直撞 七色朗 不敢回家的少女 神探一號 1972年 拍了一套國語片 蔡理佛 勇琴色魔 1973年 騙術其中期 黑帶壽 1974年 阿福正傳 別了親人 香港七三 大鄉里 大鄉里八面威風 怪人怪事 皆知項民 太平天山下 自尊堡 1975年 游戲人間三百年 男人四十一條龍 三少姻緣 千奇百怪超女勇 1976年 大鄉里與素佳 您是可以的 1977年 大男人 七八年 鬼馬狂潮 1979年 大鬥大和愚蠢與牛錦眼 1982年 八零年代 有81年財神道 1983年 花心大少 1984年 北南西東 1985年 飛虎奇兵 1986年 二概雲天 我愛今歸世 烏龍大家庭 87年的一哥 88年的亡命鴛鴦 八聲報喜 三對鴛鴦一張床 繼續跳舞和愛的逃兵 九十年代 就有九一年的豪門夜宴 語龍共舞 九二年的大八卦 家有喜事 九三年的白髮魔女轉第二輯 九四年的大富之家 九五年的虎道門 九六年的二分一次同床和大三縣 九九年的星月童話 二千年代 二零零九年的我愛萬人迷 九十年代 和家有喜事 二零零九 二零一零年的李小龍 和花田喜事 二零一零 二零一年的最強喜事 和二零一二年的八聲報喜 九十年代 和大家說一說 他在TVB 無線電視 拍攝過的劇集 六九年的錄音機情殺案 七四年的秋海棠 和永恆的春天 七六年的春殘 和狂潮 七七年的家變 七八年的奮鬥 和惡人世家 七九年的女人三十 和女人三十 和女人三十 和花開兩朵 八年代 和網中癮 和網中癮 一九八零年代 有風雲 親情 輪流轉 和執倒堡 一九八一年代 有香港八零系列 火鳳王 突破 八二年代 有天龍八步 星塵 萬水千山 總事情 八三年代 有鴨仔 李聰剛 婆婆 早晨 八四年代 有 生壽竅王 家有嬌妻 楚流香 和香江 花月野 八五年 女四娘 我愛依仁 楊家將 忠無炎 觀世音 八六年 有寶蓮燈 陸小鳳 鳳母 九天 流文大亨 媽寶太子 赤腳紳士 倚天屠龍記 八七年 有大運河 生命之旅 靜人冤架 八八年 有誓不低頭 當代藍耳 八九年 花月佳祺 他來自江湖 二零零八年 唐心風部之家好月圓 零九年 盛世人傑 二零一零年 程月雙白線 公主嫁到 在麗的影聲 於一九七零年 拍過一套 《家春秋》 在亞洲電視 分別拍過 《代代平安》《還看今朝》《大堤琴雨點三八》《聖者為王》《浩門》 《摩登七十二家房客》 百婆會館 《聖者為王》 第二輯 天下無敵 《銀戶》 中國教父 城中姊妹花 棄王之王 九品芝麻官 《逼血青天》 楊家將 《逼血青天》 珍珠奇 《中國教父 第二輯 再喜風雲》 《包青天》 之英雄本色 《包青天》 之義膽有情 《飄零宴》 第二輯 孤星旅 《再見驗陽天》 萬事勝意 我來自港潮州 《理想的愛 伴我同行 發來情二零零二 愛在有晴天》 《喜有此理 大誠小故事》 此外 她在新加坡也拍過一套1994年的《龍鳳情場》 在中國大陸也拍過一套1999年的《火蝴蝶》 此外 她在香港電台電視部也拍過《屋蟬下》 《獅子山下》和《柏林洲記》等劇集 好 今日和大家分享《李香琴的戲劇人生》 分享到這裏 亦都全部完結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大家留言 點讚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們的RN與RN頻道 我們下一條片繼續和大家分享另一個粵劇名寧的戲劇人生 好 到時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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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